另外一個爭議性的問題就是瘦肉精是否要開放 美國在台協會昨天指出 陳水扁政府在2007年曾經承諾 要把瘦肉精的殘留標準通報給WTO 但是後來又因為政治壓力沒有履行 而行政院長陳沖今天證實的確有這一段過程 他也首度針對最近美國牛肉 還有禽流感疫情引發社會不安 向國人公開道歉 AIT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 接受中央社專訪的一番談話 9號在立法院成為立委質詢焦點 行政院長陳沖達軍時也首度坦承 確實感受到美方的壓力 同時對於AIT公開指 前總統陳水扁在2007年時 曾經對開放美牛進展有所承諾 陳沖也表示2007年政府的確向WTO 世界貿易組織預告 將訂定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 萊克多巴胺的議題不是新的議題 它對政府來講是個延續的議題 一個方面說我們有通告WTO 我們要做這個事情 要訂萊克多巴胺殘留量這個標準 這我們有通告過 但是同時可能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有跟美國承諾說 這個事情會有progress 國民黨的政府或民進黨的政府 都會面對這個問題的 陳沖技巧回應立委關於美方壓力的問題 不希望影響台美關係 而在野黨立委也質疑馬政府進來處理瘦肉機美牛進口爭議 與高病原性S5N2禽流感疫情風波 引發民眾不安 陳沖對此向國人表示抱歉 政府沒有責任嗎 對 造成大家不安 當然我們覺得說非常抱歉 好 那你現在是為了這些事情道歉 你為了這些事情道歉嗎 造成大家的不安 我們非常抱歉 好 而延續週二院會的杯葛行動 上午院會一開始 台聯黨團就提議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 明文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 雖然民進黨團與親民黨團都表支持 不過國民黨團還是運用人數優勢 兩度否決體案 記者 張雄 張梓佳 邱峰青 台北報導